保暖的衣服我才敢拿来 而且新的 送货的外套来 要是送来 因为昨天就用shopping看 就没办法带那么多 所以我分拼 帮忙乌克兰的人民 他们不要战争就好了 发热衣 然后还带棉花 就是医疗用的纱布跟棉花棒 口罩尿布饼干 货物源源不觉涌入 自从3月7号外交部开放 让民众捐赠乌克兰物资后 外交部地下停车场 每天都被国人的爱心给塞爆 对 我是女同志 就贴标签 然后让物资能够更顺利 更整齐地上架 然后整齐 物资越堆越高 忙进忙出的人也少不了 许多人自动自发来当志工 协助现场工作 现在感觉就是蛮缺人的 对 我昨天晚上就过来了 民众进来的就是都很有爱心 爱心不分年纪 这位18岁的林小姐 从中部来到台北 只为乌克兰难民们尽一份心力 其实有很多很热心的民众 他们不管是自己送过来 或者是寄过来 或者是有很多企业 他们有表达要捐赠的是大众物资 然后是我们那边的 乌克兰的人民最需要的 国人可以捐赠物资的时间 将持续到3月18号下午5点 届时会送至波兰等周边欧洲国家 再辗转送到乌克兰难民手中 要让世界看见台湾 is helping 大爱新闻是宇晨许英豪台北报导